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Bebe 今天做港式鲜虾鸭鸳吞 皮划 餡料爽口鲜甜 超級簡單易做 一次過做多些放在冰格 隨時有得吃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這裡有豬肉碎 1磅 肥瘦比例 7.3 或者6.4都可以 不要太瘦 蝦人2磅 我用急凍的 大小都沒所謂 還有雞蛋一隻 蝦仁解凍之後 用刀背逐隻拍扁 好像這樣 這些蝦仁都幾大隻 我隨意用剪刀剪幾下 如果蝦仁比較小的就不需要剪 醃豬肉有1茶匙鹽 4分1茶匙白胡椒粉 2湯匙大地魚粉 這個一定要加 這樣才有那種港式的味道 之後再打一隻雞蛋 中意可以加少少雞粉 之後拌勻豬肉 向一個方向攪 或者好像我這樣 重疊重疊 大約1分鐘就會起膠 覺得不夠黏 那就打幾下 將豬肉倒入蝦裡 再混合一起 用保鮮紙包好 放雪櫃最少半小時才包 包雲吞有很多種方法和款式 我喜歡簡單沒有難度的 拿起塊雲吞皮 眼見是菱形 一隻角對出一隻角向自己 筆餡料在中間 有蝦有肉 不需要放太多 之後放虎厚位 用同一隻手的手指尾 托著腳底 另一隻手用隻筋 按下餡料中間 雲吞皮會自動皺 最後用手指和食指捏緊 封口 然後給點陰力 這樣就包好一隻 再示範多一次 再示範多一次 用個盤一隻隻排好 包好放入冰格 雪到定型先將一隻隻分開 用密實袋封好放冰格保存 有餡料可以用來煮豆腐 用來煮豆腐 用來煎蛋 怎樣用都可以 現在煮幾隻來試一下 今次用清雞湯煮 用清水再自己調味都可以 另外加少少大地魚粉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輕輕攪一攪 確保沒有黏底 想雲吞皮爽滑 當湯底煮開始後 放兩粒冰 攪拌一下 令湯底降溫 之后等它再滚起 今次试试汤够不够味 见大滚之后再放两粒冰下去降温 重复做这个放冰降温的步骤三次 见最后一次大滚 鸿吞是浮面的就表示熟的了 港式鸿吞除了要加大地鱼粉 更加不少汤底下九黄 一只鸿吞跳了出来想展示它有多滑 我铁极都滑走最后要折上来 喜欢吃辣的朋友点点辣椒油更正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在鸿吞面那里加点红醋 不知道你们喜欢怎样吃呢? 这些就是冰到硬了的鸿吞 分开它们一粒粒先放密实袋 如果键黏了我们将它们高空地丢下来 那便会自然分开了 待好之后放冰甲保存 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好方便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次的分享 未订阅的朋友欢迎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